过年回家车子被人转了 对方还是全责 关键是过年没车用 我想用车 这个修的时间还比较长 这个时候我是租台车 能不能找那个转我车的人 找他这个报销 这个租车的费用呢 有朋友问比较个 这个很棘手的问题 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你 首先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 在法律层面上 它是不支持的 除非你是营运车辆 你比如说你这个车是 租车是跑地地的 而且你有营运症 在法律上它是支持的 因为它耽误了你做生意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它会按照你这个标准跟你算 就是你们这个当地营运车辆的 这么一个标准 每天补贴你多少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营运车辆 你就是普通的 像我这个私家车 我还跟你讲 对方要是这个好说话的 确实是我的选择 过年期间 我可能这个私下里 自己掏一点 把你这个补贴补贴 但是对方也是不好说话的 我给你讲 你就连自己就把车送过去修车 你回来打车的费用 你都得自己掏 没法找他 因为保险公司 他不认这个账的 这些费用他只能自己掏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朋友确实就不服气了 说实话 你要是把我赚了 我没抽用 我过年回家 我还得到处去借车 租车 我也不服气 对不对 反过来想 我也是把你赚了 你要追着我要租车的费用 可能我也就会去找法律条款 法律不支持 我也一分不给 所以你只要换一个立场去看 你就会发现 大家这个事情的看法 是完全这个不一样的 首先从法律上 包括这个保险 他都不会认可 你转完车之后 你的这个所产生的交通费 确确实实 你的权责 你直接追我对位 导致我的这个车子用不了了 确实原因是你造成的 问题也是你造成的 那么从情理上来说 如果说造成这个对方没车用 对方去租一个车 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可以三连的 我只是说啊 于情于理嘛 我们说的 从情理上来说 只能存在这个三连的余地 你比如说同等条件下 如果是喵哥 我把你的车转最尾了 那么确实实 一修去修半个月 你回家了 没车用 你先借个车 同我这个三连 我可能也会 就是从个人掏一点 然后这个 把你这个想起办法 包括上一次 有两年了 我老婆这个 把人家车子刮了 最后这个他去修车 我说你这个车 送过去你回的时候 你这个打车费多少 你告诉我一声 我把你出来 我不能让你耽误了时间 又多花功夫 当然 这是我自己 我把我的态度摆出来 最后呢 对方也是我的粉丝 他说这个不用了 不用了 他也拿出了他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这样子 大家这个和谐相处都好办 但是实际上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 这个我这么好说话 多数人其实是不会 认可这个费用的 所以呢 只能商量 他没有这个硬性的 相关的支持的这个条款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自己的车被车转了 我们确实这个学用程不方便 这个事情呢 我跟大家讲 我们就只能跟对方商量 看对方的这个为人处事了 如果说你自己 这个转了别人的 你翻过来想一下 如果对方找你商量这个事情 你会不会私下你这个套领 去补贴人家这个损失呢